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Richmond的Polygon打造的Talistar的 第一期叫Aurora 它的具体地理位置就在这里 然后它的对面就是新城市广场 然后它的西面有制地广场 然后吃饭啊美食啊都很方便 那五分钟的走路就会到Capson Station 然后下面也是Arberdine Center在这里 然后周边有几个park环绕 然后位置便利 吃饭也方便 然后也有公园可以有一个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Aurora 在这六期中具体的位置 那它就在非常Central的位置 也面对的是一个小的一个park 它的第二期会在这里 第三期在这个 这一栋 第四期在这里 这一栋 第五期在这里 第六期在这里 那具体的这个公园是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沙盘里看看 那大家可以看过来 这里有一个park 这个就是我们具体的这个Aurora面对的位置 那这边也是朝北的 就是面向park的位置是朝北的 然后我们的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的Amenities 它具体有游泳池 室内的都是分区的游泳池 有男泳池 女泳池还有一个室外的 这样子的一个top 然后这边呢有瑜伽室 然后这里是健身房 下面就是一个小的这个会客室 这边还有篮球场 所以它的Amenities是非常多的 然后就在这栋大楼里也非常的方便 那目前呢 本周Polygon周六会第一次发放 然后我们所有的户型 我们现在已知的呢 大部分户型都是两房的 然后它的价格在70万到100多万 那么一房的两户已经差不多 已经被抢光了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来看看两房的吧 首先这是第三层 那么Polygon的第三层呢 每一户都带有一个大的阳台 朝北面的和朝南面的都带有大的阳台 这边就是朝正南面 这里也是每一户都有一个阳台的 那么四层呢 是用作出租的 就是Polygon会出租 或者说买家 然后自己用作出租 但只能用作出租用途 所以呢 下一户就是从五层 五层到十四层 都是两房的bedroom 像北面的都是一些小两房的bedroom 会更多一些 像南面的是一些大两房的bedroom 在第三层 每一户都有一个大的这样子的阳台 所以它的价格也相对来说过一些些 那么比起我们五层到十四层中 最便宜的当然就是五层了 那五层的这个和三层的这个价格差价 也就在七到八万之间 那么剩下的呢 从五层往上走 每一层的同步行的差价在一万块 它的strata fees呢 是0.73 per square feet 包含了heating AC 制冷做饭的gas 然后呢目前呢 如果投资者想投资在这里 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它的润腾也在3000到3500左右 这样子的新房 Holygon的Aurora这栋楼呢 是我们列制轮第一栋 由Telesmart System打造的 有这样子制冷制热的调控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Security的System 那这边呢就是Concierge 然后呢我们的门 每栋units的门都可以刷卡 目前所有的户型都有两个颜色的选择 一个是Airgrid 就是由灰色调打造的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White Peony 然后它是主要是由白色调打造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呢 是这套E-Plan的两房两卫 样板间只放了一个bedroom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厨房 它的所有的application 这边的洗碗机 是这个品牌叫Bertazzoni 是一个意大利进口的品牌 它的炉灶也是这个品牌的 一个高端的品牌Bertazzoni 那它的oven也是烤箱 然后它的微波炉是用了Panasonic的 嵌入式微波炉非常漂亮 这边的冰箱也是 都是同一个品牌的冰箱 还有它的网络柜 样板间整个的色调非常漂亮 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石桌面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厅 可以分为休息区和dining区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主卧吧 那我们像在样板间放的是一个queen size的床 加上两个加宽的这样的床头柜 但是实际我们可以放下一个tine size的床 加两个正常size的床头柜 然后这边是一个walk-in的closet 它的规划很多 可以作为收纳整理的空间很多 然后这边到了卫生间 两个洗手台 非常便利 然后还有一个可储藏的这样子的货柜 现在呢每一层大概有16户型的选择 每一个户型的价位也不同 想要知道具体库型的价格 朋友们呢 快来私信我们来一起看房吧 Talister呢是2026年的春夏成交 那么它的转让费目前非常的低 只有500块钱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私信我们吧 好